有了屋顶 那么我们建筑立面上弯曲的这个表面 就成为冰磁带的木墙 这是建造完成以后的样子 有一天我到现场去 然后我们玻璃差不多安装完毕的时候 能看见里面的蓝色的内核 和外面透明的表面 和最早设想的几乎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普通大楼使用的玻璃 大家看我们家里面的玻璃窗都是平板的 为了实现冰磁带动感的样子 我们要使用非常小的半径的弯曲 它的直径只有35厘米 大概就是这么大的直径 弯曲成这么小的直径 然后需要有工艺上的非常大的挑战 为了确保安全 我们需要用两层弯曲的玻璃 把它们用膜复合在一起 然后并且表面有我们传统的 冰花的图案的印刷 这个工艺代表了我们现在在建筑里面 木墙所使用的最先进的工艺水平 这是经过测试之后 安装完成的效果 然后这个地方向大家隆重介绍 并四代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 在这个点上有自然的阳光 透过弯曲的玻璃 然后这些钢索和弯曲的S型的 这些木墙的钢绒骨 充满韵律感 然后在这儿拍照 就好像是有光线 会包围你光芒四射的一个打卡点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